本视频由华夏万卷联合出品 今天我们来介绍米符的数数帖 我们知道天下三大行书 包含蓝听序、记子稿、韩石帖 基本上已经定案了 那第四名是谁呢 我个人认为是米符的数数帖 竹刊大任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去 第一个 米符的故事性强 我们知道米符又叫米颠 既然这个颠就代表疯狂 所以他常常做一些不符合 当时社会的一个动作 比如说穿糖装 比如说看到石头就拜 比如说跟皇帝抢宴台 和苏通坡争紫金严铁 各种怪异的行径 民间老百姓最喜欢听了 我觉得他故事性强 第二 鼠数铁的鼠数很罕见 而且很宝贵 我们根据那个拥有者 林希 他有提到说这个东西已经藏在他家20年了 找不到适合的人写 结果等到米符来写的时候 已经过了40年了 那这个鼠数是四川制造出来的 那上面有乌斯兰 那这乌斯兰不是画上去的 是织上去的 是织上去的 所以后来我们都讲乌斯兰就代表书法 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说 阳宁市下笔变道乌斯兰 意思是说他下笔以后就达到书法的真传 真水 所以后来乌斯兰就代表书法 那鼠数呢 他有一个特别的文理 放大看的时候 其实他很多笔画刷过去中间 会产生一种空洞的感觉 那这个会产生一种速度感 那我们知道米符写字很快 再加上这 鼠数的特别的构造 所以看起来就觉得 这上面会有一点刮痕 有点刮过的痕迹 有那种速度所产生的一种力量感 所以他这个特别的文理 也是有加分的作用 第三 米符的技巧高超 因为前面讲的那两点 都是跟米符没关系的 那真正的作品就是看技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技法我认为他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在学习叫几古字 他自己讲 壮穗为能力佳 人为无书为几古字 那意思是说 人家说你那个字 这笔是取字谁 这笔取字谁 都是从古代人的字里面 抓出来用的 没有自己的创意 但是自老成家 人见之不知以何为主也 一直说等我写到一个程度 大家都不知道我从哪边出来的 所以他的学习阶段 其实是几古字 我个人是蛮喜欢他这个阶段的 因为很多人写字 写没两个字就直接创作 事实上你要先几古字 这是米符自己说的 第二个阶段 我认为他是突破 什么叫突破呢 他有一次宋徽宗 召他进殿写字 那米符写完以后就大喊说 一扫二王二杂 照样皇宋万古 后面就拍马屁了 拍马屁了 但是我认为他写完又很高兴 为什么 他已经一扫二王二杂 他其实不是讲二王写的不好 他只是想说 我已经跳脱另外一个层次了 因为当时人都学王羲之王献之 欲幻反骨无仙丹 都乱写一通乱大街了 但他已经跳脱这个层次了 不是说比二王写的还好 而是他跳脱另外一个层次 我认为这个时间就是真的米符的书封了 那米符给自己的书封有一个定位 因为有一次皇帝要他评价一下 现金的几个书法家 他说菜金不得比 菜变得比而发义运 那菜香乐字 圣料牌字 皇帝间安导字 书死人的画字 他讲了这么多 皇帝当然不服 就说那你自己怎么样 亲书如何 然后陈书耍字 这个刷字就代表他 一辈子创作书法的一个诅咒 那米符的技巧高超 要怎么去欣赏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他叫字字姿态 他的每个字就如舞者幻化出来的五字 那我们这里做一个对比 那成心当铁是菜香 刚才已经骂过菜香了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菜香是传统的那种 王羲之体系的 就写的笔法 精道 位置 优美 可是如果你看 蜀书耳在写的时候 你看到用笔的跳动性 跳跃 然后肢体的伸缩性 这个如果硬要 形容的话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古典舞 就优雅的在那边转着圈圈 古典的 那这个比较像街舞 那个跳起来 好像那个身体跟那个动作 都已经超脱一个你能想象的姿态 去表现一种利于美 突然拉长 突然缩 缩小 那这种动作 两者截然不同 你在看旁边的 那坚实 你看都写的 很标准很好 没有任何缺点 可是当他跟 米符来比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米符的姿态 姿态 姿态 就像一个舞者 一直在跳一些曼妙的舞姿 所以这两者 有很大的差别 他不是说好坏 而是他的风格取向是完全不同 再来 他在笔法上的变化 非常的厉害 因为他在极小的空间 什么叫极小空间 就他字真的很小很小 不大 那做笔法的转换 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笔法如果简单 在小空间可以做 像我们小凯 笔法简单 但是他在小字里面 他用大字的方法去做的时候 是异常的困难 我们可以试试看 好了 比如说我们说轻 一他是滑上去的 二这是回来逆风的 翘上去的 三拧上去的 转下来的 四用力挤压 抬上去 往下压按的 然后这是从这边 从这边带过来以后 这挤压过来以后 这个弹起来 弹起来又到这边 方折 方折以后拉到下面 重压 重压以后又弹起来 然后弹起来以后 又到这边有个细丝 连接这个笔画 然后再过来 好结束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这里 当我们的字很大的时候 这个已经写几 七厘米了 可是他重点 他的字啊 大概就只有三厘米 那也就是说 我今天写这个字的时候 我必须在这三厘米里面 把刚才所要传达的技法 刚才所要传达的技法 比如说这里要怎样啊 这里要怎样啊 这里要拧上去啊 然后这里要怎样啊 要在这么微小的空间里面 去做刚才所有做的动作 而且速度要很快哦 我现在写的是速度慢的 因为我不准 所以我速度慢 但他写的非常快 好 那也就是说 他在极小的空间 要去做极大的笔画转换 对我们来讲 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可是对他来讲 他游刃有欲 米符的笔法是公认技术最多 而且不会重复的 所以不会重复就是说 你会发现这一笔 每一个笔的棋笔 每笔的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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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笔棋笔棋笔 我们先看先看这边的棋笔 几乎没有一个笔画会一样的 就是相同从这边的角度 你会发现他的棋笔 粗细大小角度斜度几乎都不一样 如果你说这换个角度 可能这些粗 这边细 这边尖 这边圆 这边超级钝 这边超级一大片 这超级细 这超级一斜 就是说相同的角度 遇到字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几乎每次都不一样 不重复 那重复的意思是什么 重复就是说 像我们写字 我们都会说 那我们写字的时候 就让他姿态一样 这样就重复 比如说轻 以刚才的轻来讲 那我们可能说 我们这个就斜切 我们这斜切 这我们就绕一下 这个我们就斜切一下 这个我们就斜切 这个就斜切 这个我们就绕两下 那变成说 我们的动作技能 其实就变成一直在重复 每一个字都重复 到最后基本上 数一数只有两三招 可是 米符不同的地方在于 他的招式永远都不一样 第三个 急速调控 刚才有提到 他的字并不大 他在弯道中急速奔驰 我们知道像我们开车 遇到弯道一定要减速 只有那个F1赛车手 他有办法在急速中 做弯道 但是 以我们的技术 根本做不到 那米符在写这一篇的时候 其实他的字叫刷字 在这么小的空间去刷 然后既不失控 又要调角度 又要做姿态 又要做变化 其实这个 不是一般人 所能做得到 你看这些 速度力量 这边在急速奔驰中 市场都看得出来 几乎每个字 都在急速奔驰 那 当然 数数铁也有一点帮忙 前面有提到说 因为数数是编织的关系 所以他会有一点点中空 所以看起来 那个速度感特别强 所以这一篇 数数当然也有加分 但是米符本身的技巧 才是主要原因 不然你自己拿个数数写写看 你也写不出来 并没有你想象中好写 米符的风格 对后世影响深远 我个人认为 他叫无负评书法家 不太会有人去批评米符 写的不好 就当代 也就开始吹捧 我们知道书是大米符 大概十四岁 他怎么形容 风墙正马 沉着痛 当与中王并行 中游王羲之并行 评价这么高 那黄庭坚又怎么说 如快见着震 强弩舍千里 所当穿彻 书家鄙视 亦穷于此 天哪 能写这么好的人 他是极端例子 只有他做得到 这两个对他 都已经极力吹捧了 那后世影响 更是深远 南宋时期 无惧 完全照米符的方式 在写字 当时北方 金朝 元昊文 也称赞米符的字 比赵万古 大家都很喜欢他的字 你说 朱宇明 董其昌 王朵 富山 都学过 我们里面提到 董其昌 董其昌 对所有书法家 都不屑一顾 但对米符 非常佩服 那我们看比赛 现在的比赛 米符的 书丰 也都是常胜局 也是说 米符的书丰 对后世的影响 确实十分深远 最后附带一提 也是草稿 其实这个不太重要 不过因为当时 你想 他放了40年 没人敢写 那个属数 只有他 拿起来就写了 当然是草稿 怎么可能旁边打稿 再放进去 所以事实上 也都有错字 还是有 好了 这勉强跟前面 三大行书 凑在一起 最后 总结一下 那属数捷 基本上就是 米符的神作 那米符 如果要号称 天下第四行书 我认为属数捷 竹刊大任 那你认为呢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